哈喽大家好,我是凌薇 吃不完的莴笋,别再让它烂掉丢掉 把它放太阳下晒一晒,耿揪揪 比新鲜的还要好吃 用来炖肉,凉拌都非常的好吃 你看,现在的莴笋就像雨后的春笋一般特别的多 还非常的便宜,一块钱一个 去掉叶子,头上砍掉一点 再用自己称手的工具消去它的外皮 一下就消耗了这么多脆粒脆粒的 消耗的莴笋先把它对半切开 再一分为二 因为莴笋的水分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把这四分之一也再对半分开 但是顶部这里不要把它划断 看一下,划好之后就是像视频中这样 这上面留有一截,不要划断 现在的莴笋非常的脆 我们在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 要不然它就容易断掉 现在的天气非常的好 春天风和日丽 风也特别的大 正好把它放在这边晾晒两天 这晾晒了两天你看就已经变得干干的了 嘴现在把它晒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我们今天先吃一半分享两种不同的做法 不要用开水哦 我们用凉水把它浸泡30分钟左右 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一块五花肉 用火烧下猪皮可以烧掉一些猪毛和去除一些腥臭味 稍后用刀刮一刮 这样整条的切有点长我们把它分成长段 在这样对半把五花肉分开 最后切成这样的方块 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我们把五花肉放进去煸炒一下炒出多余的油脂这样等会吃起来才比较不会腻 你看可以煸炒出来这么多的油 我们把油盛出来留着以后炒菜用 现在我们来准备花椒八角桂皮香叶生姜 先把它们简单的煸炒一下炒出香味 炒香后加入适量生抽 一点老抽上色 适量食用盐 巴辣巴辣把调料混合均匀 炒匀后加入适量微水 水能够刚刚没鱼我们的五花肉即可 把它烧至锅中沸腾关火 炒好的五花肉转移到电压力锅 直接选择红烧肉 看一下我们泡好的窝笋特别的有韧性 它和深的窝笋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像这样头部连在一起的我们直接这样把它头部一转分开分成两条 再把它切成长一点的段 五花肉炖好后直接加入到五花肉里 加入适量鸡粉提鲜 搅拌搅拌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再盖盖子了 选择火锅开盖煮 约5-10分钟 一边收汁一边让莴笋入味 现在我们再分享第二种吃法 准备一些大蒜把它压成蒜泥 加入适量不辣的辣椒粉 泼上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香味 加入适量食用盐 多一点的生抽 再来点香醋 适量拉鲜露 芝麻香油 一把香菜 以小点的清水进行稀释一下 先把调料充分的搅拌均匀 调好后加入适量的熟芝麻 一份非常好吃的灵魂尿汁就完成了 把刚才另外一半的莴笋加进来 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每一个莴笋都可以裹上尿汁 哇 看着都太有食欲了 这个莴笋想要更加的入味好吃 要让它在这里煎制五分钟左右 这样做好的凉拌莴笋真的是太好吃了 更你啾啾脆生生 和新鲜的莴笋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特别的开胃又好吃 就这凉拌的时间 我们的五花肉炖莴笋也已经好了 不要久顿 看看是不是看着都特别的有食欲 这样塞好的莴笋不管你怎么做都好吃 五花肉软烂露口即化 莴笋脆生生耿啾啾 特别的下饭吃起来清爽又不油腻 非常建议你做东西来试试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收藏哦 点击我的头像有更多美食的你来发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